來支持轉型正義 也非常願意坦然的來面對我們過去歷史的包袱 但是 所有的東西的建立它必須可長可久 必須有一致性 必須有普遍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僅僅憑著自己的認定就覺得有 那將來要來認定的機關呢 又是行政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 那我請教一下 萬一八年後換人執政了 我因為認定你 我新的執政黨因為認定你 你可能在執政時期 有新增不當黨產 那我新的執政黨是不是要提出一個 政黨執政時期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並且從2020年開始算 如果這樣子是不是沒完沒了啊 我想 既然叫不當財產 沒有人會反對說 不當的財產要把它正當化 也就是說不當的財產 應該做適度的處理 這個是大家都會贊成的 那您提到的就是說 一個法令的訂定 應該要有普遍性的原則 也就是適應所有的 這一個 所謂 如果這個是講黨產 應該是適用所有的黨 那麼 如果 這個這樣的話 我想才是普遍的一個原則 對啊 要不然我覺得 你看現在到一個政黨再請中 他這場就來一個 站一個政黨這場時間 我懷疑你有不同的黨產 那就來了 你真的沒完沒了 在這邊其實本席也要重申 本席是最支持轉型正義的 非常支持 全中華民國我最支持 為什麼 部長 全中華民國 最有資格說轉型正義的是什麼 緊問啦 緊問啦 所以齁 今天有沒有財政部的 有 來財政部的請上來 你好齁 那你就是非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證明他是當 那他就是不當 對不對 那我現在本席告訴你喔 本席打算要提一個案子 叫不當國有財產處理條例 在民國105年之前 凡是在金門地區 軍方 行政單位 各級單位 無法有效 舉出你在金門所獲得的土地 明確的來源的 通通叫不當 自法案生效日起 全部要歸還給金門的百姓 你覺得合不合理 我想金門那個部分 有離島建設條例在處理的 我不管離島建設條例 離島建設條例 無法達到轉型正義的要求 我要的是轉型正義 你覺得我這樣要求 合不合理 陳重委員意見 你沒意見齁 你覺得 我們國產署或財政部 有沒有辦法 將過去 在民國105年之前 他沒有帶任何一塊土地到金門 看有沒有辦法提出在金門 這些所有土地的來源證明 我想你是當初總證據為準 對啊 所以喔 按照這個精神 本席呼籲我們朝野所有立委 本席提這個案子的時候 一定要本租轉型正義的精神 給予本席大力的支持 不分黨派 只要是在佔領金門期間 沒有能夠提出證明的 通通要無條件歸還給金門百姓 好 謝謝 好 這個謝謝楊委員 接下來盧秀燕 盧秀燕 盧秀燕 委員不在場 苦辣斯委員 主席有請部長 好 那個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 其實本席也非常關注這個沙通案的發展 但我知道明天我們在內政委員會喔 內政部會來報告 所以在這邊就先不討論這個問題喔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到在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 那麼上週我們在審這個政黨法的時候 當我請教次長請教他幾筆原住民族的土地 為何淪落到中國國民黨的手中的時候 他當天不願意回答 他給我的說法是說我們當天審的是政黨法 審的不是不當黨產條例 他的態度非常的堅決而且很強硬 拒絕回答我的問題 他的意思說因為我們審的這個不是相關的主題 我個人當然非常不同意這樣的態度 對於政黨法討論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討論政黨所持有的財產 那當天我當然沒有繼續針對這一點喔 跟這個次長再多做辯論我想沒有關係喔 那我們也理性的討論 本席願意等 所以今天既然我們討論的是不當黨產 所以相同的問題我想再好好的請教您 本席從內政部還有財政部取得的資料 發現全國至少有66筆原住民族地區的原住民族土地 已經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所謂的原住民族地區就是行政院所核定的 55個原住民族鄉鎮市區 大部分在山區還有花蓮台東屏東 所謂的原住民族土地就是法律定義 原住民族基本法定義的 原住民族保留地跟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所以接下來我要告訴各位 也請各位來看幾筆土地跟幾筆資料 這些土地不是我瞎掰的 不是我拼貼的 這些土地都是你們內政部跟財政部給我的 所以我首先喔 要請問部長您今天願不願意回答我以下相關的問題 會 謝謝 首先來看到台東大五鄉 有一筆上五段 兩筆上五段的土地 這兩筆土地非常的奇怪 在完全沒有圓所有人 沒有圓所有人的情況之下 不知道是誰贈予了中國國民黨 在民國75年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贈予了中國國民黨 可不可以請部長回答我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是好問題我也不知道 您的回答也非常的妙 連您都不知道 這是不是叫不當黨產 不當不當要追根 就個案追根就底去查明 我贊成所有的不管私人或的黨的財產 如果有不當取得應該做適度處理 我這個態度沒有改變 但是就個案我沒有辦法了解 好沒關係 對原住民族傷害最大的就是這一筆 一筆一筆的個案 我們來看這一筆土地 他的地籍資料更怪異 您看見他登記的次序是0001 這裡很多地震的專家 這就代表說這是法律上第一次 這邊看到有登記的紀錄 前面也沒有任何買賣或移轉的紀錄 就是史上第一次 真的不知道是誰贈予了中國國民黨 所以連部長也不知道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誰知道 我在這邊公開徵求有沒有誰知道 是誰在民國這個70幾年 贈予了中國國民黨 有的知道舉手好不好 現場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 那什麼叫贈予 贈予的定義是什麼 可不可以這個應該部長知道 贈予當然就是無償的給對方 沒有錯根據內政部內部的 你們的一部這個行政規則 所謂的贈予指的就是 當事人間約定一方以土地或建物所有權 或他向權力無償給予他方的契約 為之的權力移轉登記 無償大家看到了 我再問一次原住民族的土地 可以這樣隨便贈予嗎 我剛才已經回答 好 部長我們來看大家 帶大家來看 這筆不知道是誰贈予給中國國民黨的土地 現在的現況是什麼 我們看到了中國國民黨民眾復旦 還是鄉黨部屹立不搖 在台東的大五 原住民族的土地可以成為 任何特定政黨的土地嗎 原住民族的土地不屬於任何的政黨 他不該屬於民進黨 不該屬於親民黨 不該屬於任何一個登記的政黨 不該屬於中國國民黨 所以部長您剛同意 這筆土地不該屬於中國國民黨對吧 我不是講這一筆 我是想所有不當取得的財產 都應該適度處理 我沒有針對哪一個個案 好 您非常的小心 以再來看 剛才從上一次討論這個不當黨產 一直到這一次到剛才 還是有委員不斷地在辯論何謂不當 我們來看另外這筆土地更奇妙了 苗栗南莊莊東段一筆原住民族的土地 民國五十三年莫名其妙成為中華民國的土地 然後中華民國主托登記給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又賣給中國國民黨 首先請問部長什麼叫主托登記 這個您應該也可以回答 我請我們地政司的同仁來說明 報告委員 所謂主托登記就是 行政機關 比如說縣市政府或是國有財產署 主托給登記機關或地政事務所來辦理登記的叫主托登記 你們這邊有一個土地登記規則 政府機關有下列各款情形的時候 得主托登記機關登記之 我猜地政司所講到的其實就是這一個 那麼一樣的我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誰可以主托登記 在這一個規則裡面其實沒有清楚的定義 是誰可以出一張嘴用講的說土地要給誰就給誰 主托給特定機關登記給中華民國 然後賣給中國國民黨 是誰可以主托登記 主托登記就是政府機關 比如說他有那個權署的機關 比如說國有財產署或是鄉政那個縣市政府 他可以有這個權限可以主托給登記機關的那個機關 就是可以辦理主托登記的 對也就是那是誰決定的 以這一筆土地是誰當時的機關發動的機關是誰 首長是誰 報報委員這筆原來的土地 那個我們查的是總政事件是國有的 那管理機關是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那國有財產署 你是說當年民國五十幾年是國有財產署 主托登記 對 他那個我們查到的資料是民國七十三年 六十七號那個用買賣的登記原因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誰主托登記 當年的首長是誰 當年的老公文您可不可以調出來 提供給本席 謝謝 如果內政部現在講不出來 我們來看他的現況 現況又是另外一個 中國國民黨在南莊的鄉黨部 我再說一次 原住民族的土地 不該屬於特定的政黨 他不該屬於民進黨 不該屬於親民黨 不該屬於特定政黨 不該屬於中國國民黨 繼續有一筆土地也很妙 台東悲南鄉 沒元段有一筆土地 民國六十二年 李蔡東花這一位民眾 賣給了呂金糧這位民眾 然後呂金糧在民國七十一年 交給中國國民黨繼承 請問繼承的定義是什麼 繼承的定義是什麼 報告委員 所謂繼承民法規定 就是繼承那個被繼承人的土地 來依照民法規定 辦理繼承登記的土地 那繼承是誰可以繼承 報告委員 這筆土地 我們查的是 他的登記原因是繼承 但是我們推斷 可能當時登記原因 是記載錯誤 可能是遺證的方式 你們這樣子講不負責任 我當然很清楚 遺證跟繼承是不一樣的 我再說一次 這一個資料不是我拼爹來的 這筆資料是你們內政部提供給我的 但是你現在事說心語 說他可能是當年紀錄錯誤 難道中國國民黨 是這位呂先生或呂小姐的兒子嗎 為什麼這個私人 這位呂先生或呂小姐 可以用繼承的手段 把這筆土地給中國國民黨 您現在可以講清楚嗎 所以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查出來 他登記原因是繼承 但是我們推斷 這個當時可能登記原因 是記載錯誤的 那可能是用遺證的方式 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再去詳細的查明清楚 其實從剛才問到現在 很多土地都講不清 另外還有十筆土地 很快來看 這十筆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我們來看下一筆 這十筆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那麼他們現在上面的建物 都租給了中國國民黨 應該說土地租給中國國民黨 上面都有建物 我特別想請問部長 其實民國95年的時候 我這裡有一份喊 我們這個當時的民國95年的政務委員 這個許志雄曾經邀集相關的單位 開了一個追討不當黨產 處理相關問題的會議 而且在當年這個會議 有一個附帶決議 當年的這個附帶決議 我們請大家來看 這邊 請國產局清查國民黨 憲人陳租之國有房地 及其使用情形 與其申請成購時應與否準 並研究與以終止租約之可行性 租約已到其者 原則上不再續約 我想請問如果民國95年 已經在行政院內部 有這樣一個附帶決議 為什麼現在這十幾筆原住民保留地 繼續租給了中國國民黨 可不可以請部長說明 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由財政部來說明 可不可以說明 我想那時候的決議是針對那個 舊國產層出國有土地的 原理國有土地的部分 不是委員所提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好像是跟私人之間有 產權爭議的部分 你非常確定嗎 你非常確定這個附帶決議的定義是這樣嗎 這個是已經 規定出租國民黨護水組織土地的部分 是針對那個原來是有 認為是國有財產的部分 我們現在講的是租約已到齊者 原則上不再續約 這是當年會議的紀錄 是沒錯 這就針對當初跟我們有 國產署有租用關係的 就有相關的附水組織 好沒關係包括內政還有這個財政部 我今天做出三個結論 一個就是希望內政部地震司 可以提供給我66筆這些土地 詳細的歷史的移轉的紀錄 關於地震的資料 那未來呢我也希望立法院在 如果通過了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要設置這個政黨財產調查 及處理委員會的時候 必須要有原住民族 作為當然的成員 最後一個 請大家不要再一直辯論 何謂當與不當 透過歷史的資料都看得出來 他們就是不當的黨